crazy Gita señora唄 hello 大家好 hello hi hello 太好了 大家都有反應 剛才占Sir也教你們 平時有人跟你說hello 如果你不給反應 就現在從EMS可公開的 ok HI hello 好 好像太好了 今天大家都知道這個題目叫做 Think Like a Freak 我一收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 周星馳的一句說話 大家應該聽過的 就是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大家聽過這句說話 大家一定懂得周星馳 我想大家未必個個都會吃我 所以我就想 不如我由介紹自己 開始來講這個題目 我叫做賴恩慈 其實很多人都叫我做阿Mo 為什麼我叫賴恩慈 但又大家叫我阿Mo 其實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是有一間 英文的女子中學 所以這間英文的女子中學 裡面有很多的外籍老師 所以在中二那年 我很記得的 就是有一位英國籍的外籍老師 在開學的第一天 他走到入課室 然後就跟大家說 大家開學第一天 不如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跟我們說 你們要講自己的中文名 記得要講自己的英文名 因為我不會記得中文名 因為我不會記得中文名 其實當時 我們很小時候 沒有英文名 大家就很害怕 這個外籍老師很厲害 他就在黑板上列了一個名單 一系列所有女子的英文名 在黑板上 大家即時要選擇 很臨急抱佛腳地選擇 我叫Mary好 還是Susan好 還是Margaret好 而我呢 小時候已經很清楚 是不可以待著前人 我小時候已經很知道 為什麼我現在的名字 其實叫做賴恩慈 但是因為你不記得我的名字 而我今天突然間 可能要叫做Mary 所以到我去介紹自己的時候 我就站起來 我就說 My Chinese name is Lai Yan Chi My English name is Mo 那些同學就在笑 這位外籍老師見到同學笑 就覺得很奇怪 究竟我說了什麼 他就問你說什麼 那我就說 沒有的 means no means nothing ok 然後他就讓我串他 他就跟我說 OK From now on Your name is Mo It means nothing to me 所以大家知道 因為這樣 我的名字就叫做 阿Mo 阿Mo 阿Mo這個名字 大家可以隨時叫我 千萬不要把我的城 和我的名字一起跳 ok 我是沒有認識你的 大家想到東西了 好 在學校那裡去挑戰權威 一定沒有運行的 這位英國籍的愛智老師 就罰我寫副代書 但我在這個副代書上面 我就寫了 為什麼他會出現在學校的源頭 是因為colonism 但他竟然覺得我寫得不錯 然後他就叫我 不如用colonism 來到貴學校戲劇節 去寫個劇本 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就成為了我開始創作的源頭 由我喜歡開始 我就對戲劇一直都不離不棄 很多時候有人說 哇 你喜歡的時候 你已經很反悶了 你喜歡的時候 已經很rebarious 你已經很freaky 你已經很freaky 你很freaky 但其實我當時只是一個即時的反應 即時反應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反應的話 其實這個世界上 很多事情都不可能發生 所以我現在也很想和大家 嘗試一下 什麼叫即時的反應 很簡單 很簡單 例如剛才 我跟大家說 Hello 是 你們會揮手 有些會笑 給一點反應 就可以了 OK 很簡單 只要我會說一些 然後你們在個位置 可以隨時說你的感覺出來 OK 就來了 很簡單 9月28日 催淚眼 沒有反應 很害怕 OK 非常好 大家今天要給自己有夠膽的反應 OK 第二件事 然後 梁齊恩 大家反應不錯 我覺得這個 OK 好 接著 三跑用了一千四百一十五億 OK 好 大家 開始你反應多了的時候就最好了 但是 我們這個時候 我又會想 究竟為什麼梁齊恩 她遇上了家暴 和三跑用了一千四百一十五億 這兩件事 是會在同一日那裡出現的呢 而當日的所有的報紙頭條 全部都是以梁齊恩做頭條 而不是三跑呢 究竟哪一件事是對於我們社會 對於我們普羅大眾的影響是大一些呢 哪一件事是輕一些 哪一件事是重一些呢 大家的即時的反應是什麼呢 對於這件事 如果當時即時的反應 就是我想到四個字 聲動激勢 那 OK 我知道大家 很多這裏都是BU人 那我講點 切身一點 讓大家可以 埋身一點 OK 那我看大家即時的反應是怎樣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三年之內 浸大 是會和成大合平 太好了 太好了 果然是接身的 大家就馬上 很像 非常之好 大家的反應是非常之好 OK 但是這件事是未發生的 OK 大家聽 但是 並不可能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我們前局長李光璋 曾經說過 把香港所有大學合併成為一間超級大學 對 對 太好了 大家開始 回來了 你們知道自己 現在發生什麼事 所以 我們千萬不要沒有反應 如果不是 到時是假的 OK 我們要給自己 有即時的反應 因為我們現在身處 社會很亂七八糟 或者是很怪弊 很怪誕 很鬼不馬鹿 我們慢慢可能 就會習慣到這個現狀 習慣了 就為家火了 因為習慣 是會成自然的 然後 你就會失去感覺 你失去感覺 你失去感覺 你就不會被反應 OK 其實我對不同的事 有不同的反應 是有小時候帶她去培養出來 去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我小時候的故事 我不是和我爸爸媽媽一起成長 我是由我家庭人去帶大我 所以他們一直都去培養我 很獨立 一直都告訴我 所有事情要自己去解決 如果問題要即時去處理 所以我今天很想去做一個小道具 去送給台下其中一位朋友 這個小道具其實很簡單 準備一條長一點的刺子 OK 然後你把它分割 做兩塊 然後在大家面前做一些勞作 對摺 然後再對摺 再對摺 然後就像春捲一樣 把它捲起來 大家記得這個步驟 因為應該會對你也有用的 捲完之後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中間那裡 一定要再加幾層 OK 好 這個小禮物 我想送給台下一位朋友 我看到台下有一位男神 有一位宅男 我應該送給男神還是宅男 好 好 是你了 你笑得這麼開心 我說男神的時候 還給你 好 那男神 麻煩你把這份禮物送給各位宅男 是 是 你選擇他是宅男的 OK 好 好 阿澤林 你現在手上的那份小禮物 其實是我在10歲的時候 我發明的 OK 他有個名堂的 麻煩你舉高它 讓大家看到這份禮物 他叫做白色泰藥唱 威生巾 你手上拿著一個非常驚訝的 威生巾 OK 那麼 這個威生巾是我10歲的時候 我去發明的 所以 現場的女士 剛才你記住我的步驟 是嗎 那就要記住 因為我們要隨時以美不時之需 OK 那麼 男士 都要記住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那些女士 是很喜歡那些男士 親手了一些小禮物送給我 他收了這份禮物 是這麼過手的 他很明白你的需要 OK 所以 男士要記住 對了 男士 我給你一些提示 不是隨便送的 不是隨便送的 你要發現 如果你身邊有女士 他突然間那幾天有點悶症 這個時候送給他 是最適合的 OK 行不行 你可以在這裡 你可以選擇 或者你隔壁那個 你覺得他悶症 你覺得他 你就可以送給他 否則你自己堅持用也可以 好 希望你會善用我這份小禮物 我十歲的時候 我就用了這些方法 去解決自己人生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你一定要解決 你不能不解決 你沒理由 你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你等他一直流成河 回到家 找人幫忙 所以 遇到問題是要即時解決的 所以現在大家知道 在我小時候 十歲已經懂得做小道具 中學的時候 就開始寫劇本 我大學 其實我是讀浸會大學的 各位師兄姊姊 師弟師妹 我是讀浸會大學的 YES 我想大家都一定聽過 大學生 一定要做五件事 哪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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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堂 大學生 哇 你一定有拍拖 沒錯 拍拖 住康 上莊 但拍拆 OK 大家知道 這五件事 和讀書都完全不關 那我呢 我有拍拖 有酒堂 有住康 有上莊 但我沒有拍拖 我找到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很想從事 和戲劇和藝術有關的創作 所以我參加了戲劇學會 亦為了浸大劇社的主席 我真的很喜歡戲劇 當時我是讀英文系 讀了一年 入到DVS 但我發覺我是不太適合讀這一科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創作 我在第二年 開學的第一天 入入開學的第一天 我發覺我是頂不順的 我自己衝了出去 課室那裏 然後一下子就走去主席 主席 主席 大家知道在哪裏 我一下子衝了出去主席 衝出課室 好帥 然後怎樣 好 知道做什麼 我應該怎樣做呢 我接著去哪裏呢 在這個時候 那三十美雅出現在我面前 那她跟我說 要不要抬拖 你知道嗎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不像人一樣 對嗎 但是這個時候 我想到我的答案 我眼尾 看到在遙遠的他方 大家想像一下 然後我看到在遠處有個 琴妙妙 我當時想 嘩 琴妙妙 簡直是才能發光 因為裏面有群影 其實是 我想我整間大學校園 跟戲劇 跟創作有關的 就是在那裏 所以我什麼都沒想到 我一下子衝上去 然後一衝 我直接打敗 一衝就衝到 Department Head office 那我跟她說 我很喜歡戲劇 很喜歡創作 我很想轉課 大家都知道最後一個結果 我成功真的轉了課 我終於讀到 我自己很喜歡讀的一課 他繼續去從事我的創作 我成功轉了課之後 我跟著也沒有放棄繼續做 我很想去做的事 那我在 一路去 不再現 我最後沒有進入電影前 沒有進入電影這一行 因為我想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電影 即金像獎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香港電影其實是在畫廊 其實香港的金像獎 是有五十幾套入圍的 但其實真正的港產片 只有十幾套而已 而這個情況 其實已經發生了很多年 在我畢業那年 同樣也有發生 所以我在當年 我沒有馬上進入電影前 我去參加了好戲 這個獨立劇團 我去搞戲的 因為如果我入了電影這一行的話 我會很容易掛著 打一份工 會去創作的動力 我參加好戲 這個劇團 它有很多空間 很自主 很多創作的動力 因為兩位同一班 很有抱負 跟我差不多年多 當時是畢業的大學生 一起去搞這個團 我們做了很多 香港劇場 以前沒有做過的形式 我們去搞千里劇場 我們去搞民眾劇場 我們把戲劇帶到街頭 去語文同樂 去回應社會的問題 我們也跟很多不同的 外國的劇情去做交流 而當時甚至乎 是有外國的劇團 去邀請我留下 我是受寵若驚的 但是我即時的反應 是我回應了他們兩句 是英文來的 因為他們是外國的劇團 我回應他們說 If I want to go fast I will go alone If I want to go far I go together 所以我就來到香港 繼續跟我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 去搞好戲劇 一直搞到我們成為了 魏法局最年輕的受資助全體 我在2012年也成為了 香港十大劇場出情人 在結職頒獎典禮之前那一晚 我收到一個電話 那位職員跟我說 阿摩,明天我們的特首梁振英 他會來親自恭賀你成為結職人 然後他說 你什麼都不用做的 其實 你到時見到他 你笑一下 跟他握個手就可以了 那我那時即時的反應 我心想就是 咦? 我跟他都不是好朋友 我為什麼要跟他握握手 做個好朋友呢? 但我沒有觸碰過這個機會 我送了佛名給他 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我送了一個木某公仔給他 他當時很開心 因為我想他很久沒有人 送禮物給他 他說很有趣 我發覺很有趣 咦? 這是一個錯誤的反應 所以我說很多句 我說梁先生 其實呢 要成為一個結出的特首 誠信是很重要的 那之後成聲這兩個字 他們即時的反應就真實了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這裡 有什麼感覺 嗯 我 在這裡 和大家歸落四點 讓大家更加明白 我說的是什麼 首先你們一定要找到 passion 你要有動力 去做到你想真正做的事 想真正喜歡做的事 而這個 passion 就會引領你去到另外一種 叫做 mission 我們一定要有一種使命感 去完成我們心目中的一種任務 而我們去實施這個任務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帶著第三種東西 Mission 你要有視野 要放行世界 不要害怕 當我們有齊了這三種東西的時候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action 所以我們在電影裡面 經常聽到 action, action, action 那導演一日未來咳嗽 你不可以停 而再做每一位其實就是你自己 故事裡面的導演 所以無論發生任何的打擊 任何的恐懼的時候 都盡量不要被自己隨時喊咳嗽 在這裡 最後我很想跟大家示範一下 什麼叫 action 其實很簡單 一句話都說了 當我們將左腳放在右腳前面 就行了一步 Action Thank you Action 谢谢大家